雷冰吞水蛇不由心生疑惑 他哪里知道 如今这处秘境 已经被选作一等势力 生宗一世的考核地点 这片天地早就被一群实力非凡 天赋超绝的宗门弟子所席卷 此时此刻 叶晨与王天爷气势碰撞 詹浩倒是站在一旁 目光闪动地看着叶晨 对于叶晨这个六道宗首席弟子 月魂玉的势力都有所耳闻 毕竟叶晨做的事情 的确很让人吃惊 只是此刻见到 却发现叶晨不过是个 天神镜九层天的舞者 境界和他们相比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让他们大失所望 这样的家伙 怎么可能与大师兄争锋呢 又是一边倒的无趣一战 此刻 詹浩撇了撇嘴 对叶晨充满了不屑 反倒是王天爷 此刻看着叶晨 却是目光慎重起来 詹浩是天隐公的隐藏实力 这些年一直在暗中修炼 经历的事 遇到的人都不多 王天爷可不一样 作为天阴公的首席弟子 他见识过很多非人般的存在 实力强悍地让人发指 而眼前的叶晨 虽然没有给他这样的感觉 却让他也感到了危险 显然 叶晨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有意思 看来你的确有点本事 此刻 王天爷看着叶晨冷然一笑 下一刻 陡然一直点出 天地间莫名地波动涌现 一道道无形规则汇聚 森寒锋芒 陡然抱摄而出 看到这一道锋芒 叶晨不由地面色一素 他也同样察觉到 这王天爷竟然领悟了天阴公的天阴意志 看来对方倒也有点本事 不过这还不够 叶晨拔出煞剑 漫天灵气席卷而出 伴随着煞剑陡然刺向天阴意志 毁灭神道 给我镇压 叶晨心中低贺 恢弘的毁灭之力镇压诸天 瞬间席卷而出 下一刻 煞剑与锋芒碰撞 如同星辰炸裂般的可怕冲击 顿时席卷而出 整个山谷都震荡不休 下一刻轰然坍塌 一块块硕大的巨石砸落 而叶晨与王天爷却丝毫不在意 两人眼中充斥着狂暴的战役 很不错 能够一剑破除我的天阴意志 不过这只是我十分之一的力量而已 王天爷露出诡异笑容 下一刻再度一指点出 这一刻 无尽锋芒涌现 亮起的寒芒 比之前森染十倍不止 王天爷的指尖 虚空坍塌 空间泯灭 寒芒震动诸天 下一刻 向着叶晨轰然暴射而出 这寒芒太过可怕 甚至要洞穿诸天 要刺破万古时空 直接降临在叶晨面前 见状 叶晨目光却是渐渐狂热起来 这王天爷的实力不俗 让他萌生蓬勃战役 你这样的对手 倒是有些意思 叶晨嘴角勾起一抹糊涂 下一刻同样一指点出 那就看看谁更强 寂灭神光 叶晨一直点出 寂灭星空的灰红神光 爆射而出 瞬间与风锐寒芒碰撞在一起 下一刻 神光与寒光同时炸裂 灰红的冲击席卷开来 头顶刚刚落下的巨石 被这股力量一撞 便直接泯灭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而此刻雷冰吞水蛇 看着叶晨二人的战斗 蛇躯不断颤抖 这力量的碰撞太过可怕 让他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甚至毛骨悚然 这群疯子 我的住处要被这些家伙给毁了 雷冰吞水蛇心中暗道 下一刻却是转身变逃 叶晨等人的战斗余波太过浩荡 他若是留在这里 很可能直接被战斗余波所波及 甚至陨落在此 对于雷冰吞水蛇的离开 叶晨等人都察觉到了 不过一只补天镜的凶兽 在场三人也没有丝毫在意 放任他离开 此刻王天也却是目光森然地凝视着叶晨 战斗之前 他便尽量高看叶晨了 但是没想到 叶晨带给他的惊喜这么多 叶晨的实力甚至让他感到棘手 而一旁观战的詹号 看着叶晨的目光也变得慎重起来 之前他以为叶晨不堪一击 在王天也手里过不了几招 便要被直接碾压 此刻看来却并非如此 大师兄 需要我出手吗 詹号看向王天也开口询问道 不必 对付这家伙 我一人足矣 王天也文言不满地看了詹号一眼 似乎在不爽詹号看清自己 难道在詹号眼里 自己连一个叶晨都收拾不了吗 就算他实力再强 也不过是一个天神静的家伙而已 怎么与我抗衡 此刻 王天也身上气息震荡 一道道阴寒气息息协而出 天音公主 修阴寒之气 说起来更适合女子修炼 但天音公的祖师爷 却是一位奇人 将天音公公法改造的 最适合男性修炼 比女性修炼起来 速度快上十倍 只是有德必有失 天音公的公法 修炼速度快了 但是却容易让人 被阴寒之气所影响心神 因此 很多天音公弟子的心性 都比较阴寒 而王天也等人也是如此 此刻 王天也周身 阴寒气息笼罩 一道道阴气 甚至凝聚成一尊尊恶鬼 在王天也周身环绕 冲夜晨张开大口 猙獰咆哮 赤妹王两 斜碎之物 给我死 夜晨面对这些恶鬼 却是面露厌恶之色 下一刻 直接一箭刺出 灰红的光剑 映照这封湖水 剑光席卷之处 恶鬼如同白雪 遇到骄羊般地 纷纷哀嚎起来 下一刻 竟然直接化作了 青烟消散 嗯 你找死 见状 王天也不由地 勃然大怒 这些恶鬼 可都是他亲手 收服的仆从 专门用来应对强敌 没想到夜晨手里 竟然有着 克制恶鬼的手段 让他手下的恶鬼 一出现便死伤惨重 驱鬼夺魂 此刻 王天也眼中 幽光一闪 下一刻 他的身后 浮现一扇门户 这门户 仿佛连接着鬼界一般 门户打开 一只只争宁恶鬼便猛然冲出 席卷着漫天阴气 向夜晨扑来 只是这些手段吗 夜晨目光不屑 下一刻手掌结印 法华寂灭天 佛光结界将夜晨笼罩 灰红的佛光席卷开来 恶鬼还未靠近夜晨 便全都惨嚎着死去 看到这一幕 王天也脸色更冷 下一刻 手中陡然浮现一把 阴气森森的长枪 向夜晨一箭刺出 天阴灭士枪 王天也怒吼一声 无尽阴气流转 在枪间汇聚 竟然形成一道 毁天灭地的阴气风暴 向着夜晨席卷而来 雕虫小记 不堪一击 对此 夜晨毫不畏惧 陡然怒吼一声 天龙 八神阴 此刻夜晨没有暗喻的限制 鸿蒙古法足以应对 他周身虚空震荡 一道道鸿蒙音符席卷而出 迎向阴气长枪 下一个 这长枪直接被鸿蒙音符 打得爆碎 而王天也也是脸色巨变 陡然吐出一口鲜血 这阴气长枪 是王天也的本命长枪 是用他体内 最精纯的本命阴气 酝氧凝炼而成的 竟然直接被夜晨打碎 没想到 你竟然还会佛道术法 此刻 王天也目光阴沉 天音宫修行阴气 佛道最是克制 没想到 夜晨区区天神境 又败入六道宗门下 竟然还会佛道功法 王天也看着夜晨的目光 涌现一抹忌惮与凶残 面对佛道武者 天音宫的人都是极度厌恶 恨不得屠戮殆尽 你不是我的对手 两个一起上吧 此刻 夜晨看着王天也 嘴角勾起一抹淡然糊涂 开口说道 找死 听到这话 王天也只感到奇耻大辱 他竟然被一个 天神境的舞者鄙视了 这让他无比的愤怒 只是此刻 王天也也意识到 掌握佛道术法的夜晨 他一人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最好的选择 就是叫张浩与他一起出手 既然你自己求死 那我就满足你 张浩 一同动手 拿下这狂妄之辈 王天也看向张浩 猛然喝道 闻言 张浩没有丝毫犹豫 手中瞬间出现一柄 阴气长刀 向着夜晨一刀斩下 张浩已经察觉到 夜晨的潜力非凡 而他生平最讨厌的 有两种人 一种是比他天赋强的 另一种便是 修习佛道术法的 因为他的亲弟弟 当初便是被一名 佛道武者所斩杀 此刻夜晨一人占据两样 张浩早就想出手 将夜晨抹杀了 因此听到王偏野要求联手 直接保杀而出 看着张浩动手 王偏野瞬间跟上 两人一左一右 向着夜晨夹击而来 来得好 面对两人联手 夜晨确实没有丝毫担忧 反而面露兴奋之色 王偏野一人 根本不能带给他 一丝一毫的压力 两个人一起上 这战斗才有些意思 夜晨的战役被激发而起 下一刻气势爆发 挥轰灵气席卷而出 一手煞剑 一手落沉降龙剑 毁灭神道爆发 寂灭神光涌现 夜晨瞬间 与王偏野二人站在一处 打得湖泊深处 都轰鸣震动 仿佛这片湖泊 都要炸裂一半 与此同时 在湖泊的边上 杨千玉等六道宗弟子 被天音宫的人围着 只是此刻 所有的人目光 都汇聚在湖泊之上 湖泊内不断传来一道道 震撤诸天 威势无匹的可怕波动 这波动甚至让杨千玉等人 心神震荡 这样的力量碰撞 他们根本不能抵挡 我这样的力量碰撞